昨天晚上下了好多雨 看这个地都是湿的 我们这地方下雨很小很小 如果能下的雨的话 我们就非常高兴 周围的干净好多 空气干净好多 天还是阴着呢 你看说还要下雨呢 今天又带我爸了 我妈趁着这个雨的间接 再走两步 今天呢我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个机器 这神奇的机器呢 这个神奇的机器呢 是非常超小型的 几乎你看不见的 透明的几乎 你看不见摸不着它的这个机器 然后呢它毕竟是全方位的 带GPS的 你走到哪儿这个机器跟着你哪儿 你想脱都脱不掉的这个机器 一旦装上了 那你就脱不掉它 全功能全自动的 就是一到一定情况下 这个机器 嘣就打开了 就开始工作 全是自动的 你用想都不用想 它就出来了 这机器 然后呢这个机器呢 那绝对是 你说这是哪生产这机器是吧 这个机器绝对是生产 是Made in China 这是谁都拿不走我们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叫 是我们的那个 专利 我们有这个专利 谁都是 是这个自古以来 我们就有这个 对吧 谁也别想拿走我们这个 这个这个专利 那么 这个这个东西是有多多强的 这个东西 就是说你 这个东西不是说的有 5米之内管用 10米之内管用 而是整个地球的管用 不管你走到哪里 你走到地球的哪一个部分 这个 这个仪器都是管用的 这个仪器都是管用的 你走到天边 天涯海角 这个仪器还是管用 这个仪器是干什么的呢 这个仪器呀 非常有意思 它 只要你一装上 以后呢 这个什么时候开始装的呢 就是你一开始 从小的时候 只要你生 只要是你made in China 这个东西不是 咱们经常 在美国经常 大家都开玩笑 就说啊 这东西不好用 翻过去一看 肯定是made in China 这个绝对是made in China 只要是你made in China 那你就有这个机器 我也是made in China 所以我绝对有这一期 我经常跟我们同事开玩笑 我说我是made in China 然后有的时候呢 这就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就说这个东西是 只要你made in China 那你就 多多少少的会装的这个 就有这种仪器在你脑子里头 你的那个功能呢 有的装的强的功能 有的装的低板的 有的装的这个 这个中等的 我们都多多少少有这个功能 这个仪器呢 装上去呢 以后呢 起了什么作用呢 你的那个symptom 你的那个表现 装上去仪器以后的表现 就是你的行为举止 就开始 不管你走到哪里 你都很像中国人 那像中国人是好是坏啊 对吧 有好的有坏的呀 对吧 你有的时候 你有的时候就体现出来 它是好事 有的时候它体现出坏事 最坏的一个就是 有一个有一个东西的体现的就是 对中国人来讲的就是什么呢 不动脑筋 办事不动脑筋 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东西 所以说你看中国 经常听着啊 这个天下又骗人了 那个天下又骗人了 那个天下又骗人了 今天又骗人了 所以说经常被骗 这就是其中的一个 这就证明你已经装仪器了 那是不是有好的方面呢 当然有好的方面了 对吧 我们中国人遵纪守法 就是走到国外以后 很勤劳很努力 这都是我们好的东西 这也是我们 我们中国人特点 但是它同时也有这个 被装上了另一种仪器 这个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它都是 可以叫 Bring Wash 它都是洗过脑的 对吧 我们都要 有一种特殊的这个 表现 都是有特殊的表现 你就是活着都要为人家活着 你表现你要各种各样的东西 这个内容里头太多了 实在是 可以讲好几天都讲不完 就是咱们这些 咱们这些表现是什么 就是你装了仪器以后 你会表现出来什么样子 太多太多了 我相信你们都比我要知道的多 那怎么样去卸掉这个仪器呢 那就 你自己 第一 你自己要想卸掉它 对吧 第二呢 最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你要有造化 有的时候你是没有造化的 你可能被一辈子你都拿不走它 你就是没有这个造化 那什么是造化呢 这个造化内容也就像一个 你说什么是中国人呢 是一个一个概念太广泛了 没有办法去 没有办法去一次两次说完 你自己慢慢理解 这个造化非常重要 有的时候呢 没有这个造化 那你就永远背着这个东西 你这仪器会跟着你 永远的跟着你 有意思吧 我希望大家都考虑一下 你是不是装了这个仪器啊 你这个仪器的功能有多大呀 是不是每天都在跟着你啊 嗯 但我今天很希望跟大家聊一聊 希望大家给我补充一下啊 关于这个仪器的东西 希望呢 大家呢 都吸掉仪器 亲身 高高兴兴的活着 不要总背着这个仪器 说实在的 这个仪器 每个人都 中国人都背着它 非常难受 所以说你看 活得很困难 行为很古怪 所以说我们需要 卸掉一切高高兴兴的生活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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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